来看到是在台南的台江大道现在传出了重大的死亡车祸 江陵城是一辆麦拉轮超跑从后方高速追撞另一辆的马自达休旅车 强大的撞击力道让两台车瞬间是起火燃烧 甚至还造成爆炸 这一状导致超跑上面的驾驶猴姓男子 还有休旅车上一对前姓夫妻当场死亡 那么根据了解当时夫妻两阵准备要从余温返家 想不到从此再也回不了家 救护车赶到现场时两辆车还在起火燃烧 甚至发生爆炸 消防对江湖扑灭车子还在冒烟 车上三个人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 车祸发生在三号凌晨四点多 台南市台江大道三段 二十九岁的侯姓男子驾驶麦拉轮超跑 从后方追撞另一辆马自达休旅车 撞上后立刻起火 麦拉轮先被甩到慢车道 马自达转了好几圈后 在安全岛上停了下来 两辆车还在继续烧 撞到后就得了 OK 没有气力的 因为撞击力到很大 所以说在撞击之后 两车都起有燃烧 我是在半个小时之后 由夏宏连连来部门 我们在车上发现 发现有两名驾驶跟一名乘客 总共三个人死亡 马自大休旅车上是一对诚姓夫妇 当时正要从鱼温回家 却遇上横祸 家属伤心欲绝 女儿站在一旁 双手合十替爸妈助导 事后超跑猴心驾驶的 妻子跟父亲也都到场关心 父亲难过的几乎无法讲话 坦江大道因为道路笔直 三月间才接连发生两起 自撞车祸 造成妻人死亡 如今再传三死重大车祸 肇事原因有待厘清 记者姚文华才能报道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